委員長 主委長 本席首先要感謝我們的金副主委 還有我們的劉處長、陳處長兩位 3月24號陪本席從本席到新竹的榮家來參觀 那麼從這個實地的采訪 可以學習到很多榮民現在的旧養的問題 那麼在這裡面剛好呢 您今天來談這個所謂的一氧合一的問題的時候 本席就本席所觀察到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來就交於這個主委 首先就是跟健保有關的 您也知道就是我們榮民經常性的就是要去到醫院 各個醫院去看病 當然也包含了榮民的相關的醫院 那麼他去看病的時候他們就會領取藥物 現在這個我們這些榮民伯伯 他們回到他們的這個居養的地方呢 那麼就會我們的醫護人員會替他做一個藥物的整理 那這邊有兩個問題出來 第一個如果他沒有住在榮家的話 誰來幫他進行藥物的管理 第二個 那麼這些藥物管理以後顯然還是會 即使是管理的當然對於這些榮民的弟兄們 他們的身體健康的維持會比較有利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畢竟還是造成了一些資源的浪費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多餘的藥物呢 又該如何處理 請問我請教於這個我們的主委 非常謝謝委員 關心我們的榮家 也到了我們榮家實地去參訪 給了我們許多的指導 關於這個問題 就外住榮民來講的話 基本上可能還是要他屬於自主的管理 那我們的榮夫處也會派我們的社區輔導員 還有我們的社區服務的組長經常去探視 如果他是單身獨居的 那麼我們會這個頻次會比較高 大概我們希望這個三天就會去看一次 那在服務處會去看 那之前我們會請這個我們的榮心志工 還有地方的人士 我們有一個服務照顧網 本來我們另外一個專包會來做這個報告 就是說對他們我們也是去關切 但是有眷的部分呢 大部分就是屬於他家裡面自主的管理了 那至於說用完的藥是如何的處理 我們也是不斷地做衛教 就利用我們去訪市的時候 告訴他們說應該要怎麼樣子做 以這方面來教導 那到醫院去的時候 我們在醫院也排有志工 來跟他們講這應該怎麼樣做 但這是限於我們的榮民醫院 但一般私人的醫院 我們就沒有做這樣子的服務 這個就是當然涉及到個人資料的問題了 他願不願意提供 或者是我們用其他 比如說從健保的系統來 來把它抽取下來 當然這是涉及到個人資料 還有這個還進一步的可以探討 但是本席還是認為 在這個第一個就是事前的宣導部分 那麼甚至呢 在去探訪的部分 不管是在榮家本身的宣導 或者是跟這個探訪這個外駐 外駐的這些榮民們的這些宣導 溝通文宣的資料等等 那是似乎應該再進一步的可以加強 避免這個國家的這個健保資源的這種消耗 所以那麼當然 而且對他們的身體的健康的保障 也比較能夠有所增進 所以用藥本來就是毒 我們必須說要是毒 那個少用就好 所以還是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退府會 不管是在輔導方面 或者是實際在管理榮家方面 在這方面能夠再加強 第二個就是在榮家裡面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這些人員 他不是在編制內的 他不是在編制內的 那些非編制內的這些人員 他們的福利 那勢必也應該要做照顧 當然我也看到說政府的這個 退府會這邊 也有做一些調整 那麼可不可以再進一步的 來做一個政策性的說明 未來這些參與這些榮家服務的 護理的相關的人員 他們在非編制內的 如何讓他們比較有好一點的 或者是比較合理的 這樣子的一個權益 是跟謝謝委員的關心 對這一段 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了 比如說我們的確有 不只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還算比較都會區 那事實上在比如像前天我們到 台南的家裡去 那個地方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不管是從台南市 不管是從高雄要過去 都是將近70分鐘或40分鐘的車程 才會到那個地方 因此我們在招聘人員的時候 的確也面臨的相當的困難 就是我們現在所申請的待遇來說 的確不容易吸引到那些有這麼多 證照的這些還有愛心的 護理人員來照護 因此我們救養處也一直在跟 我們行政院裡面 就我們行政院裡面在爭取 對這些偏鄉的這些護理人員 我們希望能夠提高他們的薪資待遇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對他們來說 一方面他回家其實也是比較需要 比較久的事情才回到家 他如果人力能夠充足一點 他的經濟待遇能夠好一點 那麼我們也可以吸引到 對他來講對家庭的照顧 還有對他個人的薪資福利 都可以提升 那這是我們正在努力正在溝通的事情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目標可以說明 您這邊只是很概略性的說明 事實上是跟您報告 我請我們出場跟您報告 我們已經從過去的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這幾年我們做了些什麼事 我們現在還準備再怎麼做 好我們進行 我把數字由處長來給您報告 跟委員報告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導跟支持 我們為了要提升護理人員的 留住人才的誘因 我們從去年1月1號 將原來的3萬5的薪資調升到 4萬塊錢了 那我們過去是依據勞務承攬的方式來委外 那扣掉它的管校費用 還有廠商的利潤還有它的勞健保 還有它的勞退基金 所以它實質可能只有3萬塊左右 那我們明年依據我們主任委員 給我們的政策的指導 我們將採臨時人員籌金的方式 那就是由我們的業主 就是由各種融家 各種家他來委外這個招聘 那這樣的話所有的勞健保 還有它的勞退基金 該交的還是要交 但是利潤跟管銷我們 管銷利潤 這都是由我們公務預算來指引 所以它可以持拿到3萬4千元 那這樣有助於提升護理人員 他們工作的誘因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一些獎勵的措施 譬如說這些護理人員他具有護士 或者是更一些比較更好的證照等等 我不曉得好這個名詞是怎麼講 就是有更符合這種所謂一般這種 在坊間的護理照顧的條件的這些人 他們有沒有一些區隔 有沒有一些更好的一種 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我們所聘的這些照護護理人員 他都是要有證照 而且要有這些照護的證照的 不是說只是一般的護士 因此我們也是在說 他在我們的榮家 我們的這些機構裡面服務一段時間 我們把它轉介到我們的 就是依照他個人的意願 我們把它轉介到我們的醫療體系裡面去 擔任我們醫療體系裡面的護理人員 所以有這個機會是不是 總之有一些條件 讓他們能夠鼓勵他們 他們願意做一個剛開始的服務 然後有機會 對 優先轉介我們的政治人員 是有這種機會是吧 是 好 那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特別提到你這邊有一些公務預算 來安排這個床型的轉換 就是從這個轉換成這個 你有所謂的轉型床 那這個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這個做法 座位是什麼 是 好 那個我請我們就醫處處長跟你說報告 好 謝謝委員知道 這個是指我們現在目前 在各農分院總共有四千三百床的 我們照顧這些單身 所謂單身這些救養的農民 私人私自 他們現在長期過床在各個醫院 那這些目前都是用公務預算在編列來支應他 那未來因為現在長期照護服務法 準備要通過了 那所有的這些長期照護我們都必須要按照這個長期照護法來 把它改變成合覆這些規定的長期照護機構 也就是所謂的護理之家 目前我們就準備把現在這些四千三百床 按照我們現在的空間設施標準 我們開始已經規劃要分為五年的期間 把它們逐步的把它改建成 符合未來這些長期照護法裡面護理之家的標準 這是我們未來的規劃 好 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誰 因為我們全台灣都是來老齡化 誰符合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護理的 護理之家的這樣子的一個安排 因為這個床數您剛剛講過 它其實我看你的統計只有兩千六百床在未來五年之中 它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它誰是合格的可以來參與的 第二個呢 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好 目前的優先順序第一個就是救養的農民 單身救養的農民 然後它有私能失智 未來其實我們現在各農分醫院 除了這個公務的護理之家之外 他們也有智慧的護理之家 在主委知道這樣 其實未來我們是規劃把公司公自費通通合併在一起 或就是一起來收聊 就跟現在我們健保在醫院收健保的不分 農民不分這個自費 它是自費還是還是 目前是自費 如果未來長期照顧保險法過的話 保險法能夠支付的話 那將來就是由保險來支付 但是農民還是由我們 農民沒問題 我現在講是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的優先順序如何安排 就沒有它就是自費 就不分了 就是自費 即使是 那就看誰先到誰先去的 那2600床夠嗎 我們現在除了這2600床之外 因為我們其他的 原來就已經有將近1500床了 那您知道老人這個我們老年化非常快 是不夠 可不可以再做一個 再做個評估 因為大家對於榮總是 或者是榮總的系統是比較有信心的 那麼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看了這些預算 我不太理解 當然 新建的跟整修的這個成本是不一致的 可是我看了一下 即使是新建的它的單床 每一個床位的單價呢 是100萬到116.7萬 就是117萬左右 而在另外一方面 整修的部分 它的這個單價呢 可以從3.8萬 一直到19.6萬 這個到底 我們退府會議在這方面 還有主計單位 還有規劃的單位 到底在這方面 它是怎麼樣來 來評估這樣子的成本的 整修部分 因為各院它現在病房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未來要符合它這個設施的話 它標準改變 那有的醫院其實它的標準 已經跟它靠的很近了 那就稍微整修一下就可以了 有的大概要比較大的修 所以它就是按照這樣的標準 來按照標準裡面來 重新來做評估 所以各的醫院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我還是希望這個主計單位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夜館單位 要稍微謹慎一點 特別是在退府會總部這邊 你要做一下仔細的評估 這個價格不要太差異性太大 好嗎 謝謝以上 謝謝委員 謝謝你委員